人类在进入越洋时代后,开始重视起了对海上部队的建设,其中,海权直接体现了一个国家综合实力,乃至对外扩张能力。 特别在进入后工业化时代,越洋作战舰艇的出现,以及作战用途各已,用途明确的各型战舰,其中两栖作战就诞生在这个时代,船务登陆建议以及两栖作战的出现,标志着,由海下陆战略形式,乃至现代化立体作战的出现。 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大陆国家,最早的海上扩张发生在三国时期,吴国派遣大将为温帅船队,到达了当时的一周,也就是台湾。 明朝正和帅庞大的船队欺下西洋开展供次贸易,代表了中国古代历史上远海能力的巅峰,但没有向西方进行持续性的海外扩张,预示着封建王朝的没落。 资料图近代的中国,几乎就是被远海而来的西洋人影生生打开了国麻,在此后的一系列反殖民战兵中,不得不比喻越洋而来的敌人。 二次大战期间,美日双方在太平洋上展开夺岛战,战争末期美军奔路冲成反护日本,战后仁川登陆拉开朝鲜战争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,让世界看到了两栖作战的深远意义。 新中国自成立以来,就不断加强海防建设,直到现在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海上防御与作战体系,同时也在阶级发展两栖作战力量,以实现完善的综合作战能力。 二十世纪初,我国建造了第一批三艘071型登陆舰,军服役于南海舰队。 资料图作 为我国设计的第一款大型两栖舰,071的队和作战能力,军超过我国海军一网的两栖舰,显著提高了我军两栖作战时的装备和人员输送能力。 然而在近些年周边国际环境预加严峻的情况下,海军不仅将要建造类似美军大型两栖攻击舰的075型,还将持续进行对071的建造。 虽然在作战形式上071与075的差异很大,后者将主要发挥航空作战能力,而071责注重物资投送能力,都将成为我军未来两栖作战任务中的绝对和谐力量。 特别在保护我国在南海乃至东海庞大的远较第一是,两栖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